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行杠青年能量战 这一次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来自台湾的逸琳老师 他是一位视觉教练 然后呢我要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我到底是怎样认识这位老师的 一开始的时候呢 是在Google上面搜寻关键字 然后就找到这个台湾的视觉引导的教练 然后就对他感到非常的好奇 当时我就觉得说 很难得可以就是找到 在中文界找到一位视觉引导的老师 然后我就还自己就是很勇敢的 打了一大端的自我介绍和这个老师做分享 说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然后老师也是非常的亲和力很高 然后他也回答了我好多问题 然后关我也很荣幸的 可以就是上逸琳老师的分享会啊 还有很多就是关于视觉的课程 然后给我的启发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今天就很开心可以邀请到一玲老师来到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现在请一玲老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哈喽这个各位伙伴大家好 那我是邱依林 是这个视觉化的教练 那目前其实主要从事的就是到一些企业或是单位去推广所谓的图解思考或是视觉化的教学 然后另外一部分其实是到这个学校 我们希望透过图像来帮助老师翻转他过往的教学的方法 然后到针对同学的部分的话则是希望用图像的笔记的形式 让他们知道说制作笔记其实有一种新的可能 对那第三块其实就是在做所谓的知识图解的服务 所以也陆续帮助一些农场或是一些知识工作者 他们把他们脑袋中所想到的 然后有条理的去做整理 然后用图像的方式来输出跟呈现 大概是这样 哇好棒哦 我就觉得老师就是在不同的领域都可以用视觉这个元素来做很多的切入 然后还有提供可以帮助到对方可以运用 可以引用然后提升他们的不管是学习啊 或者是教育就是教导学习 甚至是在农场这个部分把脑中的想法转换成就是视觉化的方式 我都觉得老师你运用的很流畅的感觉 应该说做了很多尝试 可以跟我们分享说你对这个视觉引导啊 或者是涂鸦这个部分一开始的请门是在什么时候吗 呃画图这件事情其实应该算是我从小到大的兴趣 然后当然也曾经在呃国小的时候就是要升我们的国中 有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去报考这个美术班 然后也填好的报名表 但是就偏偏在要考试前一周参加了一个比赛 然后我的右手就骨折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命运的安排啊 后来我就是一路一路就是就读普通的高中 然后我就很喜欢在上课的时候画考卷啊画课本啊 然后就是画一些插图画漫画这样子 但是在那时候的教育背景下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通常都会接受到老师就是说上课不要画图这样的一个批评啊 或是说这样的指导 对所以那时候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说有没有可能有一天我可以公平正大在上课的时候画图 而且画图这件事情是对于学习是有帮助的老师还是一个扮演一个非常支持或是认同的一个角度 那这样的愿望其实就是放在心里其实没有特别期待说有可能会成真 那只是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毕业后到2015年我刚好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工作方 他是写这个视觉记录工作方 然后就好奇这是什么东西 我就去报名参加了 然后参加之后才发现哇原来国外有这样一个行业 就是说他会在讲者在讲课或是演讲的过程 他会及时把他所听到的记录在贴在墙上的海报上 而且这个行业发展了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那时候还带给我蛮大的震撼 因为我从小到大的求学画图这件事情 无非就是当美术老师、插画家、艺术家 大概就这几个领域 那从来没想过还有其他的应用可能 所以那时候就蛮兴奋的就是上网去找 有没有相关的书籍 然后网路上也去看国内外的一些内容 然后就自己去实作 就是开始从看书的笔记开始转换 因为我一开始读书的笔记 在大学的时候是学习这个新制图 就是会用新制图的方式 但是后来接触到字语笔记 我可能就加入更多的图像 对慢慢的累积 然后因为发现这个视野记录他们就是画在墙上嘛 那当我大概累积了大概三四十张视野记录的作品 大概是A4的尺寸 就开始想说有没有可能可以调在更大的这个尺寸 更大的尺寸 然后刚好就是在网路上有看到一个游戏化协会他们办的桌游的课程 然后我就至高奋勇的就想说 诶这课程第一个我还蛮有兴趣的 然后第二个就想说 那我能不能免费的去帮这堂课去画这个课程的视野记录 那也刚好因为这堂课我就认识了那一次的那一堂课的讲者 就是欧阳立宗老师 所以画那张图他也觉得参与的学员也觉得很特别 然后他就想说那一里你有没有机会来我们学校 跟我们班的同学分享 然后就是开启了我第一堂在学校跟同学分享视觉笔记的这个课程 然后一分享之后 这个欧阳立宗老师在网路上就分享他的心得 那没想到就后续收到很多不同学校的邀约 然后也开启了就是 诶我回想到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 就是可以在上课公平正大的画图 然后老师是认同的这件事情 然后我没想到后来我竟然是教老师们画图 而且教老师们 翻转了 对教老师们上课的时候 如何带同学画图去做笔记去做学习 所以就觉得真的是蛮有趣的过程 我觉得很特别 就是从小就是有这个小小的愿望 没有想到就是长大就大学毕业过后 还是有机会就是在应免巧合之下 然后就接触到视觉记录这个部分 然后也就是也当时你很勇敢 我真的觉得这个勇敢引领着你 创造了另外一个翻转的世界 所以你就可以去实现你小时候的梦想 然后甚至就是 一起就是来让那个老师和同学们 一起就是在课堂上用视觉的方式 去把这个课程呢 或者是内容更加的容易吸收 老师我发现到你刚刚这个描述 就是你过去对视觉和涂鸦的启蒙 我都发现到你在欧阳立宗老师那一段 就是就是你自告奉勇的去帮他画课 我觉得那个经历是超级的 怎么说呢 就是平常大家如果要尝试一个新的东西 甚至是去和陌生人就是 就是offer就是提供你想要帮助对方的事情 通常人会有一点小小的害怕 尤其是在当时来说视觉记录啊 呃在墙上画图这件事情是一个比较少见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到你很勇敢的去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后续我们也看到了他一个很大的反响 就是也引到了很多人 就想说 诶老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勇敢的特质呢 就是你曾经是不是有在你的人生经验里面 成长的一个经历里面有接触过比较特别的教育吗 该说我真的很感谢我大学的时候 是就读国立体育大学的这个休闲产业经营学系 因为老实说我在大学之前是一个非常 大家都知道熟悉的那种画图的感觉 就是很喜欢默默一刻在角落画图 这种比较内向也比较被动 也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不敢冒险的个性 那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高中的时候 在找大学科系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学校 然后这个科系 所以我大学 我们大学的方式有学测跟指考 那学测的方式我就报这个学校 但是我差一点点所以没有录取 然后我还是后来再去考所谓的大学的指考 又填了这个学校这个科系 然后我就顺利的进入这个学校去学习所谓的体验教育 因为在那个环境中其实我很幸运的遇到了谢志毛老师 然后他算是台湾第一位引进这个体验教育的启蒙 所以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也因为他的关系可以有机会去做所谓的攀岩啊 登山硕西 独木舟等等这种很精彩的户外活动 那更重要的其实并不是这些户外活动的内容 而是说这些户外活动的体验的背后 我们会从这些过程中去做反思去做这个讨论去做学习 所以其实那时候给我的冲击蛮大的 因为我在大学之前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死读书嘛 就是会找的这个标准答案 但是我们在过程中 我跟这个谢老师消除的过程中 你问他任何问题他永远都是回忆你一句一个提问 就是说你觉得呢 那时候我会觉得很烦 因为我就很急的要一个答案 然后他一直回馈我 是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这个过程其实带给我很大的成长 因为我开始独立思考 然后在大学四年我发现 其实再多的冒险其实可能都比不过我去登山 或是我站在一个三四层楼的高空 然后要在那个肚子上跳出去 你激励过这些你就觉得 主动去跟人家说我能不能画个四月记录 好像只是一个小case而已 那在网路上不用面对面 其实门槛就更低了 他拒绝你那也没关系嘛 因为你也不用面对到他的反应 或是他的状态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拜网路所赐啊 就是他带给我们 我觉得内向者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网路有很多资源的连结 可能我们不是这么擅长去跟人与人互动的社交 但是透过网路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对 哇 我好喜欢你大学的那个体验教育 虽然我也很讨厌很讨厌 就是老师一直问你为什么 发现到老师很常用完这个字哦 好像之前我们在访谈之前 有和老师就是来一个讨论就是应评可以分享什么内容 老师就说 一直在重复完这个字 甚至有提到刚刚在应评开始之前的那个 跨界与农场农村一起用视觉来做一个交流和互动的这个环节 然后就发现到好像弄完这个字哦 其实感觉整体变得很轻松 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很客制化很死板的东西 而且就感觉很多有创意的串联的感觉 然后就想说对老师来说 这个玩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思维 而且它后面带来的转进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 应该说我对于玩这个概念 其实大家过往就对于玩就是休闲娱乐嘛 这个玩玩乐这个概念 但是它带给我的翻转 其实还是回到大学这个谢志毛老师的体验教育 因为他简单的自我介绍就是说 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第一次看到他 他就介绍说我的工作就是玩 然后在玩的过程中 就是带大家做成长 然后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那这几句话其实就给我很大的震撼 因为他不断地强调说 这个技术知识是很容易教的 但是这个态度或是品格的培养 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所以我因为在体验教育过程中 其实开始爱上了就是做教学去做分享 然后也不断提醒我自己 我不只是教技术或是知识 包含现在视学笔记的过程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就是一个生命的态度或是一个思维 所以为什么会把自己定位成 视觉化教练 其实也是这样的概念 然后后来出了社会 认识了很多的讲师朋友或是顾问 你就会发现跟他们讨论的过程中 他们常常会用玩这个词 就是他们会觉得 A加B或是加C 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作的可能 他们就觉得这很有趣 所以我会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在看待合作的过程中 他可能就是像玩这种乐高积木 可能不断的组合出一些创意的新的可能跟包容性 那第二个其实就是玩游戏嘛 就是其实也包含很多从电影中也是一样的 这种英雄的电影 然后他可能有各自独立 又可以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复仇者联盟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就是不断组合是玩出一些新的发扬 那个别其实也有个别的这个发展跟可能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在各自领域的英雄 但是我们可能偶尔一天两天 我们一起来合作来组一个新的电影 拍完了可能合作的一个专案 结束之后可能我们又彼此有新的成长 带回去我们原来的领域 那我们可能又变得很好 我觉得老师很有创意 就是单单用完这个字 你可以把它想象到就是自己的那个创意 然后让对方立他的这个心态 然后让更好的帮助他 在音频里面第一段 就是老师也有说农村的计划 就发现大家老师的身上有很多这种slash 甚至是连接点 然后就很好奇 怎样会有这么多灵感在一起 而且都可以和视觉划上等号 应该说 第一个应该算我的个性 我就是比较怕无聊 然后不喜欢做这个重复性的事情 所以就会主动去找一些新的可能 那第二个是其实有点是倒推 就是既然我是定位在视觉化教练 那你是视觉化教练 好歹你至少也要累积个100种的视觉化的应用 才比较说得过去 所以既然打出了这个头衔 所以就倒推回来就会 思考一下生活中到底有什么可以视觉化的 除了评价啊 这个大家熟悉的之外 体验活动是一直很喜欢的 所以我跟我老婆也很喜欢带孩子参加了很多的体验 所以那时候我们的体验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农村啊 就是采集各种的水果蔬菜 这是我自己的兴趣 所以也很幸运的是我的孩子也很喜欢 所以我们有一次去参加了一个农村的活动 然后结束之后我就想 我就是没事吧 想说多聊一点 就问一下农村的主人说 诶 因为他们办的活动还蛮特别的 然后想说有机会可以图像化的合作一下 那其实那时候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我只是随口问问 然后后来他就特别打电话来邀约 诶 讨论一下 那我们后来就讨论一下 发现他自己也很有想法 他特别从他辞掉了他业务员的工作 自己买一块地 然后来创业去做这个农村 所以就一拍即合 就是觉得大家都对于教育很有理念 我们就开始思考说食农教育 然后青植教育的这些知识 能不能用图像化的方式来去做呈现 然后让这个农村体验能够更升级 对 不然大家会觉得我就是来采水果的 那我采完过香蕉我就不会再来了 我就不会再来你这边换别的地方 那对于农村来说 他的客源就都是一次性 他没办法去建立持续性的回馈 或是持续性的收入 所以我们后来也提到说 因为现在一个趋势就是所谓的会员经济 那如何让这些体验过的他可以愿意留下来 其实很关键就是这个教育跟教养的部分 因为当他来体验是看重你的教养 而不是采集你的哪一种水果的时候 那就算每次来都是采萝卜 采白香果 那也没关系 因为重点在于体验的过程 我好喜欢 很随喜 能在这里听到这样的例子 然后也觉得说真的很多可能性可以结合 应该说 视觉笔记或是视觉化 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工具 但是工具还是会应用到不同的主题上 那过往大家的主题就是书籍嘛 就是读书的笔记 例如是可能他的职场中的专业可能要用简报的方式来承接 但是其实生活中有很多的资讯都可以用突接的方式 就看这个资讯能不能获得大家共鸣 所以包含农村 包含了最近跟几个 因为我认识一些餐饮业者的朋友 然后他们有成立了就是地方的餐饮的文化协会 所以餐饮文化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会尝试用图解视觉笔记的方式 来让大家认识这个地方的餐饮的文化或故事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因为其实它是两面啊 如果没有用手绘的笔记方式 它可能就是往往在一个新教案中被定位成美贴或文圈 然后可能是电脑设计的美美的很漂亮 但是它好像就少了一些温度 那你手画的可能没有电脑绘图的这么 或是专业美编那么的正式 但是它感觉上就是会比较接地气 或是比较那个传在 就是在这个网路上去做分享跟传播 人家不会把它定位成是一张海报或是一张地眼 对 所以这我觉得是视觉笔记 在这几个过程中 我自己发现它的一些不一样的魅力 老师我发现到你呈现的感觉跟理念 还有你持续推广的那个想法 我都很喜欢 我知道老师是视觉教练 那你其实实际上有在提供一些怎样的服务范围呢 还有就是一个怎样的想法 可以和我们分享吗 可以啊可以啊 因为其实定位成视觉画教练 其实我会定位这个概念 是因为我希望能够把大家对于视觉记录的标签把它撕掉 因为一开始在台湾接触视觉画 视觉记录的伙伴他们可能就是艺术背景 然后可能就是在大型的论坛研讨会 他们就是用很精彩的这个视觉作品来去做呈现 那不管是媒体或是大家的接触 就会看到这些很厉害的作品 然后就觉得哇那个视觉记录很棒 那就被贴一个标签了 就是很会画的人才能做这件事情 那不会画的人就没办法学到 没办法学或是没办法接触 那这有两个影响 一个影响是这个市场就会变小 因为大家觉得我有额外的预算 我再请人来画 他们会把它定位成就只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概念 没有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因为他不会想要去了解 那第二个就是 当大家不学的时候 其实他的推广下的价值就会降低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概念翻转 所以我才会到很多学校或是包含企业去分享说 你其实只要基本的这个图解 图解的元素 三角形啊 矩阵图啊 流程图啊 这就是最基本 但是它却是最重要的这个逻辑思考 因为我们要培养独立思考 绝对不是一张白纸 然后你就凭空想得出来 你一定是有一个固定的逻辑脉络 那当你习惯了 这些逻辑脉络可能就在你脑中 已经内建 看到一篇文章 或是你在处理一个资讯的时候 你可能就可以快速把它分为五个步骤 那当你内建的时候 其实它在工作效率上的提升是很大的 所以这是在企业的部分 我会用这个区块去做切入 不然大部分企业他们会觉得 我不会画图 画图跟我们公司或是职场 应该没什么关系 对 那在学校端或是在内部讲师的部分 因为大家都普遍知道 就是现在是一个阅读图像的时代 那所以我会跟他分享如何用视觉 图像的部分去做引导 去做课程的设计 包含视觉场域 包含这个视觉比喻 因为你能够用一个很好的比喻去表达 你要说的 那你这个设计好 其实学员他可能你不用说太多 他就会自动的去连结 自动去脑补很多的讯息 所以后来其实目前的服务主要就是在企业端去做图解思考的培训 然后在学校部分就是做视觉化教学跟视觉笔记 对那第三端就是知识图解 对 引导他们的需求做客制化的服务 哇老师你就是包含了全世界的履义 对所以我觉得很棒的是在过程中你会发现 已经大家慢慢的会愿意来尝试愿意来累积 哇感动耶 老师以后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到你 就是说如果观众对你感兴趣 或者是刚巧就是收到关键字的时候 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我觉得欢迎大家在脸书社团可以搜寻这个涂鸦把 就是我们的图要把视觉笔记翻转你的人生这个脸书社团 因为我们会把我的视觉作品或是最新的资讯都放在社团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粉专啊 就是我们乍饭团工作室 然后视觉图像思考 这是我们的粉丝专业 但是我们不是做餐饮业的乍饭团是 对要特别解释 因为乍饭团有两个含义 第一个是我们一开始做这个密室逃脱的时候 它是我们设计出来的第一款游戏 然后第二个含义是因为饭团嘛 大家都熟悉就是用海苔包着吃 炸的这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创意的形式 然后饭团这个米饭其实就是我们很生活化的概念 所以我们希望用创意的方式 拿一些生活化的素材去做一些饭团 所以我们才把这个工作室取名为炸饭团创意工作室 老师还有东西要分享呢 我觉得最后补充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教宴大家都很常会去做笔记 然后为什么要画图这件事情 其实它我觉得最单纯核心的一个价值就是好玩 就是或乐趣 因为你做笔记没有乐趣你是没法持续的 那没有持续的笔记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或是定量 因为你必须要持续的做持续的记录 持续的去可能反思啊或做调整 那你做个两天五天半年 然后就中断了 那其实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或意义 那为什么要画图呢 因为你就是笔记看起来好玩啊 有趣 哪怕你画一个让你自己觉得很好笑的一个很丑的图案 我觉得那也没关系 反正你开心做这件事情持续才会有力量 所以视觉笔记你可能不用完全都用视觉方式来呈现 但是坊间有非常多笔记方法能够帮助你持续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然后非常感恩老师和我们分享很多很多实用的心得 还有就是让我们生活上更了解笔记、涂鸦、视觉元素 让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不一样的活化和帮助我们更多 然后真的很感恩老师来我们的节目 非常谢谢你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